输入那个几段车 那显示多少钱 不过这个比较简单 各位再自己练习一下 然后判断性别 这个也很简单 输入M是男生 输入F是女生 OK这个比较简单 那再来我们来看 练习计算面积 那你只要输入什么 输入半径 那给我圆的面积是多少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 这边我先demo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直接执行 请输入半径 比如说输入5 Enter 好它告诉我面积是多少 不过一样会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小处点的问题 OK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当然要知道 假设吧 我如果要计算 那个面积的话 我不能说 我今天直接给它删的意思 这样有点不精确 所以如果我要精确的那个派的值的话 首先第一个 你必须要在第一行地方 以后 如果说你要引入一些外部的一些类别来使用 因为未来 它预设Python没有直接帮你引入Mass 所以如果你要拿那个计算 那个数学的相关的公式 或者相关功能的话 你第一个 可能要注意一下 用Import 不过其实以克力比赛还蛮 蛮自动 你打个I 它会自动跳Import Enter一下就可以了 Import OK 空一格 打一个Mass 好不过你会发 以克力比赛蛮聪明的 有没有 它会自己帮你跳 其中有个类别叫Mass 顾名思义啦 就是什么 你要计算什么 像Py啦 像Sine Cosine 这些有的没有 那这些其实Mass里面都有 你不用特别去背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用它 所以第一个 我引入那个Mass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 大家接下来就说 请输入什么 半径 不过这边的话 我用Int 好像似乎 会比较有风险 为什么 如果半径 它输入5.5 那就变成什么 变成只有5 那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 我觉得比较精确 应该用Flow测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改一下 Flow测 它也蛮自动的 Flow测 OK 然后呢 请输入什么 半径 然后呢 这边一样是 输入的时候 它是 会是自串 转换成 有小处点的 放在A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计算面积的话 就是把原来3.14改成什么 打一个Mass 特别之后 如果它引用那个π的话 你就打一个Mass 点 特别之后 点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Mass里面所有的属性跟方法都出来 包含什么 包含里面可能 你要去计算什么 Pycle Pycle 或者是一些计算那个什么最大值最小值等等的相关 其实就数学函数相关的东西都在这里面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叫π 所以你打一个Mass 点 打一个P 它会自动跳什么 跳到那个 所以这边叫点一下 π P 这个就出来了 那这边的话就会出现那个π 它是一个属性 可以自动帮你取得什么 Mass点π里面的值 然后呢帮你放到这边 π乘上什么呢 你的半径的平方 半径平方 有没有 A乘乘2 那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不要用A乘乘2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也可以什么 用那个什么 Mass 里面呢 它其实也有一个计算平方的 它叫Mass点Pow Pow 有没有 这边有个Mass点 π的下面这个 那它的意思是说 什么的几次方 所以你可以什么 A的平方 这样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不用A乘乘的话 你可以用Mass点Pow 这个其实在Java里面也一模一样 写的方法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什么 把最后的结果面积为A 把它转换成Stream 输出 但是会有个问题 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输入5.5 Enter 但是如果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一样 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是转型的 而是怎么样 而是第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输出的这个值 希望在这个字串里面的这个位置 面积为冒号 刚刚做过 一 在这个字串里面先加个大瓜 移到中间 加一个冒号 二的话呢 在冒号后面加个点2F 所以将来它那个 把格式化的值就放在这里 后面呢再加什么 加一个点 Format 打一个F Format 然后后面的话你就不用转型了 直接把那个 那个area 这个 直接放到里面来 这样的话呢 它就帮你把这个值 带到这边 并且用点2F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帮你输出 所以 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 OK 然后半径为5.5 Enter OK 取得小数点第二位 那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其实待会 我们会再多讲一个东西 什么呢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 那个半径部分呢 我希望乱数产生 乱数产生 那乱数半径 可能在某个range之间 如果以后呢 我希望乱数 帮我自动产生 一个值 那并且自动输出 到这边 帮我计算结果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待会补充讲一下 有关乱数部分 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